我曾经是港式人人闻风丧胆的大哥大 意识心软捡了个小女友 谁料他竟是头皮着羊皮的狼 后来 他把刀夹在我脖子上 笑着逼近 宝贝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我以为他是想要谋权篡位 要当大姐头 结果他觊觎的竟然是我这个人 纪伯答 昨天我看到你进了夜总会 还听到里面的人说 你找了几个漂亮小姑娘去侍奉 柳如烟举着匕首在我脸上重重地拍了几下 又顺着我的脸颊一路游走到猴杰处 他们的身材好吗 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只能淡漠地看着他 没想到前一天还跟我表忠心的小羊羔 如今摇身一变 近视之张牙舞爪的狼仔子 回想起之前听人说过的 柳如烟是躲带刺的食人花 养在身边渴得多几个新年 那时候我没把这花放在心上 毕竟我是谁 就算带刺 我也能把刺嚎吐了 把他训成我身边最中心的狗 然而才过了一天时间 我就成了他刀组下的鱼肉 真他妈打脸 见我久不回话 柳如烟脸上的神色有些不耐 抵在我喉咙上的刀子又低进了几分 整个人也跪在了我身上 纪伯达 回答我 你把我抓到审讯时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柳如烟抿着唇没有回答 但我从他的眼神里 却看得出他的耐心正在逐渐消散 我冷笑 能在那当头牌的 自然是不错的 柳如烟眼眼神瞬间沉了下来 纪伯达 你真的不怕死吗 你会杀了我吗 我舔了舔唇 视线落在他微微颤抖的手上 你敢杀吗 柳如烟沉默 半上他又眉头眉尾地问了一句 纪伯达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哪吗 我挑眉 没出声 当时我就在门口外面 听着你和他们的声音 替你挡下了一波又一波 想要来爱杀你的人 哦 所以你现在是在抱怨我吗 我稍稍眯起眼睛 难怪我在他身上 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原来不是我的错觉 但那又怎么样 这么多年我都是在刀尖上舔血 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就算他要背叛我 我也能理解 柳如烟摇摇头 我爱你还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怨你 只是我心里一直想不明白 你一直对外说我是你的女人 可你却从来不碰我 宁可去找那些肮脏的垃圾 我愣了愣 觉得他这个说法有些可笑 所以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让我碰你 纪伯达 难道这么多年 你就没有感受到我的心意吗 他腾出一只手 满眼痴迷地扶上我的唇角 我自认为自己不会比他们差 为什么你就不能和我试试 我还真是被他不要脸的行为 给气笑了 长这么大 这是我头一次被人用刀 架在脖子上强迫着干这事 柳如烟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柳如烟手上一抖 刀尖直接在我脖子上 划出一道血痕 他缓缓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思念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我更兴奋 更想欺负你 有病 柳如烟他妈的就是脑子有病 虽然说混黑的每个人身上 或多或少都有点体好 但像他这种想要充足的 还真是没见过 妈的 在我不断的咒骂声中 柳如烟依旧我行我素地 解开我衬衫的扣子 那皮质手套触碰在肌肤上 瞬间激起一阵鸡皮疙瘩 鸡博答 除了我之外 应该没有人敢这样碰你 对吧 柳如烟笑了笑 自顾自地回答 也是 除了我 谁还有这样的胆子 他走到桌子前 从托盘里拿起一支针管 给我注射了不知道什么药水 在等待药效发作的时间里 他又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一个相机 固定好支架后对准了我这边 纪博答 这一次 好好重新认识我吧 当初我第一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还是在边境的一个地下赌场里 他因为偷窃惹上了那里的大楼 被人抓住后 扬言要砍下他的手 以示警告 纳惠尔我路过 对他眼里的那股狠镜吸引 难免产生了好奇 就花了点钱把他买下来 才十六七岁的柳如烟 长得就已经很漂亮了 在那种混乱的地带 我实在想不到 他是怎么做到明哲保身 这么久都没有被人当成货物交易的 我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地盘 看着他扑跪在我脚边 乖巧地保证自己会听话 那时候我做了什么 哦 想起来了 那时候的我问他 你想要跟着我 那你又能做什么 我可不养闲人 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就能干什么 小柳来被鸡挺的笔直 尽管是贵姿 也能让人从他身上感受到傲气 只是这样的傲气 在这种地方是会丧命的 所以我把他关进了审讯室 一关就是一个星期 没有水没有粮 就是想要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不仅活下来了 甚至还能在铁门打开的那一瞬 捏着一截断裂的木板对我动手 我当即就觉得有趣 正好最近老大对我有点怀疑 我身边需要一个把柄 来替我转移注意力 这样的小羊羔正好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 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女人 柳如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这一根 转眼就跟了我十年 纪伯达 你要是觉得不服气 等结束了 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 柳如烟贪恋地闻着我身上的味道 就算你要杀了我 把我碎尸万段 我也认了 我总算是知道 他刚才给我打的那针是什么了 肌肉松弛剂 妈的 这丫头一点都没打算手下留情 是真的打算要玩狠的 然而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红着眼尾 不断地亲吻我的唇角 柳如烟的身体 和他那张人畜无害的脸 其实有很大的反差 他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有刀伤 有烫伤 还有枪伤 都是这些年他跟在我身边落下的 其中最严重的 还是我两年前在他腹部留下的那道砍伤 几乎横贯了整个腰身 乍一看 还以为是要把人拦腰砍断的程度 我对这道疤记忆深刻 我记得那时候柳如烟仗着自己年少 又有我在背后给他擦屁股 做事从来都不计后果 也因此惹伤了我们最大的对价 我带着人找到他时 他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对方老大的刀就悬在他的脖子上 若我那声助手再喊的慢一步 他早就分头行动了 为了给他平视 我忍气吞声的给人当起孙子 好说歹说 对方才给出一个条件 砍一刀 能活就走 因为不相信任何人 所以是我亲自动的手 柳如烟红着眼睛 愣是一声不吭的扛了下来 之后在医院休养了半年 才堪堪恢复 他睁开眼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 纪伯答 对不起 又让你救了我一次 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他这么沉默着 也是这么做了 往后的几年时间 他跟在我身边 替我挡下了无数的危险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早就不是当初 我捡回来的那只小羊羔了 只是我忘了 一个自小能在边境 那种地方长大的孩子 又能有多善良单纯 我死死盯着他腹部上那道巴 咬牙切齿道 真后悔当初 怎么就没有让你死在那里呢 纪伯答 后悔可不是你的作风 柳如烟一边摁着 我脖子上的血管 一边舔去渗出的血字 你说过 只有无能的废物 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 后悔 我吃笑一声 没再说话 转而望天花板发起了呆 尽量让自己忽视掉身上的感觉 纪伯答啊纪伯答 没想到你竟然还会被人欺压的一天 我在心中苦笑着摇头 但只要还活着 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都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 我去他妈的 老子一个黑帮大佬 做什么君子 我憋中一口气 趁着柳如烟 又一次倒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你这点能耐 也想让我舒服 柳如烟身体猛的一僵 软啪啪地抱着我 丝毫不顾我正掐着他的脖子 在我脸颊上蹭了蹭 我不会 都是在网上献学的 要不你教我 他勾人一笑 只肩从我的唇角 一路往下停在我的心口处 教我怎么服侍你 我教你妈 纪伯答 冤有仇战有主 是我对你动的手 你有什么冲我来 干我妈什么事 我简直和他无话可说 干脆再次闭上眼装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柳如烟终于累倒 卷了张毯子就睡在了旁边 我等了许久 确认他不会中途醒来后 才捏手捏脚地 正开手上的皮口 一路摸到了楼上的房间 这栋别墅我并不常来 只是偶尔有些老鼠 要处理的时候 才会启用地下审讯室 但我依稀记得 当初自己在房间的保险柜里 放了点东西 天逐渐破晓 柳如烟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在客厅里坐了一晚上 他走到我身边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柔声问道 饿了吗 我去点你做点吃的 我平静地说出几道菜肴 他都点头 好 等我一下 在他转身之际 我从身后快速抽出一把 对准他的脑袋 然而还不等我扣下扳机 他便已经栖身而上 五指并成手刀 狠狠地劈在我的手腕上 我手中的枪 自然也落到了他手里 他轻笑着把玩了一会儿 将弹架里的子弹清空后 才扔回到我怀里 纪伯达 我的身手已经超过你这个师傅了吧 柳如烟脸上挂着得意的笑 我给过你机会杀我的 是你自己不珍惜 可怪不了我 放你妈的狗屁 要不是你最后又给我补了两针 你连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我冷哼 那也是我的本事 这些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我可是个好学生 你教的东西自然要牢记在心 柳如烟仿佛得了夸赞的孩子 凑到我身边 肚子唇飞快地亲了我一口 才直起身子 我还特地给你留了一晚上的时间 既然你没跑 他故作思索 让我猜猜 不你会只是联系了山仔 让他带人来救你吧 山仔是除了柳如烟外 勉强和我走的最近的小弟 我听着他的话 不禁拧紧了眉头 你什么意思 纪伯达 你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猜不到我的意思呢 柳如烟轻身上前 在我皮带的内侧 抠出一枚小小的定位器 顺手将支扔在地上踩碎 宝贝 你应该庆幸背叛你的所有人里 是我先找到的你 因为也只有我 才舍不得让你死 我到底是怎么混成现在这样的呢 我苦笑着扶着额头 瘫倒在沙发上 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晚上 实在想不明白 其实不用柳如烟说 光是从我能轻易 被他带来这里关起来 我就已经猜到了 我身边有人反水 除了柳如烟这个 我亲手养大的丫头外 一定还有其他人想要我死 盘算过去 并不难猜出那个人是谁 也是自从那次之后 柳如烟经常早出晚归 我想 他应该是在忙着接手 那些群龙无主的地盘 毕竟我管理下的产业 在整个港市 可是出了名的油水多 若是他不想就此 将我的心血拱手相让 他必然要亲自出手 因此当山崽找上门时 柳如烟正好不在 说起来山崽也是我当年 在边境捡回来的一个孩子 不过当年他父母双全 是被卖到红灯区当鸭子的 正巧我想着 要给柳如烟找个对恋的伙伴 顺手就把他给买下来了 两年前 他提出要去给他父母 送最后一程 我没起疑 还给了他一大笔钱 想来也是从那时候 他就有了一心 只是他跟了我这么久 应该知道我的做事方式 胆子再大 也不敢轻易在我背后捅刀子 除非 有人在背后支持他 而那个人 又恰好是我认识的 并且对我恨之入骨的仇人 年哥 我叫了你这么久大哥 也给你个面子 只要你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我可以让你走得体面些 山崽换了身形透 收拾一番后 倒是看起来人模人样的 我险些认不出来了 听了他的话 我稍稍眯起眼睛 疑惑到 我还能有什么东西 我有的那点儿财产 不都已经被你们给瓜分了吗 山崽顿时沉了脸 年哥 现在装傻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只会让你受更多苦而已 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 忽然笑了 受苦 看来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了 要是我是怕吃苦的 我又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如果我说我不给 那你又要怎么做呢 山崽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我却笑得更开怀了 以为自己穿上了龙袍 就是个皇帝了 问问你身后的那位 他敢杀我吗 也不知道是我的哪句话 戳痛了他 他瞬间像条疯狗一样 扑上来揪着我的领子 将我灌倒在地 然后骑在我身上 一拳一拳地往我脸上砸 纪伯答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条失事的狗 你凭什么跟我横 别人看在你有钱有势 叫你生年哥 还真把你给叫得意了 我无力抵抗 任由他将我打得满脸血 直到他发泄够了 才将奄奄一息地 我从地上拽起 我最后再说一遍 把东西交出来 我无声地勾了勾唇 费力地对他竖起中指 你看看你这副 想弄死我又不敢的可怜样 是没吃饭吗 山崽呼吸加重 咬牙切齿地一甩手 将我重重地砸在地上 我眼前一黑 耳朵顿时传来嗡嗡的鸣响 要不是柳如烟 每天出门前 都会给我打上一针 现在的局势 狼狈的那个绝对不会是我 真是可惜了 山崽仍觉得不够出气 从腰上拔出一把刀 红着眼睛高高举起 就要往我手上看 却在半路 被一只白皙修长的手给拦下 温热的血液 滴溅在我脸上 我强撑着模糊的视线抬头 看清了握着刀刃的人士 竟然是柳如烟 山崽 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 是不是应该 跟我这个主人打声招呼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山崽 柳如烟 你是要跟秦爷对着来吗 山崽同样不甘示弱地瞪着他 你以为你有今天 是谁给你的权利 秦爷 柳如烟轻蔑一笑 转头冲着身后的小弟示意 把人带到秦爷面前 就说有什么问题 直接来当面跟我谈 是 烟姐 两个强壮的少年 上前刚抓上山崽的胳膊 他脸上的神情 瞬间就扭曲了起来 柳如烟 你敢 看柳如烟不为所动 他又叫唤道 是纪博打 都是他不肯配合我才动手的 不怪我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完成秦爷的交代 那就去就跟秦爷说 纪博打的事情我亲自处理 如果他还不满意 就亲自来跟我谈 柳如烟不懈地勾着唇 戏谑地看着山崽 面目猙獰的样子 山崽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身边两个少年 以更大地力道捂上他的嘴 硬拖着离开了别墅 等到别墅内 再次剩下我和柳如烟两个人 他才缓和了表情 蹲在我身边 用手替我抹去脸上的血字 温柔地将我扶到沙发上 怪我回来晚了 让你受了委屈 柳如烟 你们到底要在我身上 拿到什么东西 我问 柳如烟的动作一顿 接着又若无其事地给我上药 一个U盘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追杀吗 为什么 我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我兢兢业业的做事 自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可我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一觉醒来 世界都变了 且U盘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手上有这种东西 有人跟秦爷举报你 说你和警方做事 私底下偷偷收集了秦爷的罪证 只要时机成熟 你就会带人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开什么玩笑 不是玩笑 就算之前你身上没有 从今天开始 你也得认下这个说法 柳如烟严禁于此 替我包扎完最后一个伤口 便起身往厨房走去 我顿时明白 只有我身上拿捏着这样的把柄 我才能给自己争取时间 若是秦爷得知东西并不在我身上 那么作为被舍弃的妻子 我也就没必要带着这样的秘密 活下去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如今跟着秦爷做事的柳如烟 竟然还愿意跟我说这些 不过这样也好 本就不忠心的狗能背叛主人一次 就能背叛无数次 他越是有自己的主意 也就意味着我能从中周旋的余地更大 看着柳如烟忙碌的背影 我心里暗自做下了一个决定 吃过晚饭后 我拉着他坐到沙发上 掰开他右手的掌心 从茶几上拿过药水 替他处理伤口 柳如烟 你应该也想让秦爷死的 对吧 闻言 柳如烟不知道想到什么 忽然垂眸一笑 宝贝 在你眼里我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而且 他视线落在自己掌心 你的缝合技术 还是一如既往的插进 他嘴上这么说着 可是没打麻药的缝合手术 依旧让他疼得冷汗直流 但他偏偏一声不吭 甚至还能偶尔调戏我两句 当年只是膝盖稍微破了个口子 就哭着要我哄的小丫头 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 已经变得令人陌生了 他静静地看我缝完最后一针 纪博答 你不觉得你这种求人的态度 很没诚意吗 我不意外他能看穿我的心思 那你说说还想要我做什么 再让你做一次 说着 我的手顺势搭在了他裙子的拉链上 柳如烟脸上难得浮起一抹红韵 正正地咽了咽口水 半嗓才嫩嫩道 好啊 柳如烟好像真的挺怕把我弄死的 虽然嘴上说着要再做一次 可就在最后关头 他盯着我身上不断肾血的伤口 还是停了下来 柳如烟 秦爷给了你什么条件 我忽然来了兴致 想要知道他背叛我的原因 他说我能接手你的一切 包括你 柳如烟耸耸肩 有病 我被他气笑 你别告诉我 你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给秦爷卖命 就是为了得到我 我想过各种可能 比如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打手 想要坐到我这个位置 又比如他恨我 想要报复我 却从来没有想过他觊觎的 是我的身体 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柳如烟疑惑地垂眸看我 别人都说我是你的女人 可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会碰我 你宁可去外面找其他女人 也不愿意看我一眼 甚至我连留在你房间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甘心 要是放在以前 我绝对会想办法弄死这个大言不惭的丫头 然而如今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对我为所欲为 柳如烟 说实话 就你那菜鸟技术 就算是把自己累死 我也不会觉得爽 有空还是多去练练吧 我没好气地对着一本正经在调情的柳如烟 说道 柳如烟 好 她应得爽快 当即就打电话 让人发来几部片子 当着我的面看了起来 那专注而淡漠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看的是什么新闻频道呢 但不得不说 柳如烟从小到大的学习能力 一向强得惊人 只是一个晚上过去 再次实践起来 的确让人不容小觑 事后 我依靠着沙发背喘着气 抬头看着趴在我身上的柳如烟 她眼里的魅意还未消散 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勾人的魅力 都说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在这种时候都是最好说话的 我清了清嗓子 捏着她的下巴 强迫她 只是我的眼睛 宝贝 玩得满意吗 柳如烟眼睛一亮 自然 那想不想更满意 我凑到她耳边轻轻吹了口气 感受着她身体微微在颤抖之后 又接着道 我可以教你一些新花样 想 柳如烟点点头 那就把我身上的束缚解开 把药也停了 我说道 我总得有点力气 才能让你更进行不适 柳如烟思索片刻后 却拒绝了我的请求 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我不放心 你可以把审讯室的门 从外边锁起来 这样我不就跑不掉了吗 她仍是摇头 激博打 我跟了你这么久 你有什么手段 我都一清二楚 若是我真的答应了你 明天我就看不到你了 眼瞅着怀柔政策不行 我顿时气急败坏地 掐紧她的脖子 柳如烟 什么想要得到我 都是你边出来骗人的吧 你真正想要的 不就是想看着我 被人踩在脚下 像条谁都能欺负的狗 任人践踏 以此来满足你 那恶心的恶趣味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爽 以前从来不多看你一眼的人 现在任由你拿捏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很得意吧 柳如烟任由我掐着她 直至脸色憋得铁青后 才艰难开口 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冷笑着甩开她 你又能拿什么来保证 就凭你这种叛徒的话 说出去谁会相信 柳如烟眼里闪过一丝受伤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不过第二天 她给我注射的药量少了一半 至少我想要自由活动 完全没有问题 中午吃过饭 她换好衣服 临出门前蹲在我腿边 蹭了蹭我的掌心 纪博达 再等等我 我脸着眸默不作声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察觉到什么 亦或者是想要去做什么 但我知道 她也知道 今天注定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心平气和的面对面交谈 这栋别墅是我买下的 虽然不常来 但这里的每一寸地形我都牢记在心 尤其是哪条路可以逃出去 我了如指掌 送走了柳如烟 我才不紧不慢地收拾了几样重要物品 对着监控勾唇一笑后 静止转身离开 我从别墅里出来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 郑龙 港市的第二大龙头 曾经所有人都以为我和郑龙的关系很差 见面就是你死我亡的程度 其实并不是 我们之间的争斗 用的从来都是光明正大的手段 就算是有不服气 下次再找回场子就过去了 最重要的是 她早就想将秦爷拉下马 统一两大帮派了 很久之前她就拉拢过我 只是当时我嫌麻烦 拒绝了她 但这次突然遭到背叛 郑龙那边不失为一条后路 小心翼翼地躲过秦爷的追杀 我终于来到郑龙的地盘上 看到我出现她并不意外 我就说 你迟早会来投奔我的 之前你说的那件事 我可以答应你 但我有一个要求 我开门见山道 郑龙号整以侠地换了个坐姿 是一手下给我安排一张椅子坐下后 她才悠悠地开口 记博答 不是我不想答应你 而是你现在拿什么和我谈条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的你不过就是条落水狗 是个人都能上去踩上两脚 就凭你一句空头支票 我很难相信你啊 我心里阿骂一句老狐狸 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就凭你想要的东西 在我手上 哦 郑龙果不其然地上了沟 有意思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承认 你的确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可以跟你合作 但是成之后 秦荣和山崽这两个人必须交给我 我冷冷地勾起唇角 我要亲手解决 郑龙笑地开怀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眼里深色流变 好半场之后她才开口 我可以答应你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我同样端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一隐而尽后毫无留恋地转身离开 由于我的失踪 秦爷那边顿时大乱 而柳如烟因为看管不利 则是被严惩了一番 山崽趁机踩着她上位 成功坐到二把手的位置 我在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她的左手已经没有了 脸上身上也多出来许多边痕 整个人惨白着一张脸 躺在病床上 跑都跑了 还回来做什么 她只是看了我一眼 就撇开了视线 难道你就不怕我再把你抓回去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间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的话 柳如烟文言翻了的白眼 干脆背过身不再看我 你若是来看笑话的 现在看完了 你可以走了 人都半死不活了 嘴还是那么硬 我本来就没打算多呆 择了一声 直接道明来意 之前你说秦爷在找一个优盘 其实东西一直在你手上吧 柳如烟背影一僵 良久才从被窝里传出来一声 嫩 把东西给我 我微微眯起眼睛 平白替你背了这么久的锅 也该拿点利息了 不行 柳如烟情绪有些激动地拒绝到 东西不能给你 为什么 没 没有为什么 总之东西不可能交给你的 你快走吧 柳如烟的态度有些支支吾吾 我察觉到这背后似乎藏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但我也清楚 今天我从他嘴里问不出任何东西 无奈我只能换个话题 你的手怎么回事 外面关于我的事情都已经传遍了 我不相信你会不知道 我的确是听到风声 但我不相信外界传的和事情本身有任何关系 要知道在我眼里的柳如烟 根本不可能会甘愿任由秦爷费掉他一只手来 作为看管部里的代价 至于是山崽对他动了手 那就更不可能了 若是他真有那个胆量 当初我还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有不少能对我动手的机会 然而我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里 就足以证明他也就那点本事 沉默中 柳如烟被我看得有些烦躁 终于扯了扯头发 转过头不怀好意地对着我冷冷一笑 你就不怕你得到的答案会让你承受不住吗 你尽管说 我淡淡到柳如烟磨了磨牙 行 你别后悔 从医院出来后 我开车来到江边吹了许久的风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直到脚边已经攒了不少烟头 我心中那些翻涌的情绪才勉强平复下来 很多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听了柳如烟说的那些 总算是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 比如当初秦爷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 不仅给我放权 甚至还立派众议把我推到了一把手的位置 原来不因为看中了我的能力 而是几个竞争者里只有我最干净 没有跟任何派系扯上关系 之后看我做得确实不错 也就更放心地把事情交给我处理 而这次有人向秦爷举报 他之所以会这么着急地想要除掉我 一是不敢去赌 我是不是真的背叛了他 二嘛 我冷笑一声 将烟头攥在掌心掐灭揉碎 没有野心的人不好掌控 呵 不过得了柳如烟的消息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顺利许多了 我先是在郑龙手里借了几个人 趁着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把山崽的老婆孩子从农村接了上来 请到仓库里做客 再告诉他老婆若是不打电话 让他亲自过来熟人的话 那我身边这几个兄弟 就要和他们母女玩点快乐的小游戏了 半小时候 山崽才匆匆赶到 纪伯达 有什么你冲着我来 别搞我老婆孩子 他满头大汗的站在我面前 脸上的焦急并不似作假 我感叹一句 我还以为你会带人来直接抢吗 原来你还是这么怂啊 纪伯达 要动你是秦爷下的命令 你知道的 要是不听话下场就和你一样了 我有老婆孩子 我没得选 山崽一步步走近 在即将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却被正龙的手下团团围住 我劝你还是不要继续往前了 不然 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可不能保证 我耸耸肩 纪伯达 年哥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 之前我不该打你 你要是想出气 我绝不还手 只要你别动我家人 山崽几乎要跪下来求我 但我仍旧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他犹豫再三 视线终于落在桌上摆着的那把刀上 是不是我按照规矩做了 你就保证不会对我老婆孩子动手 那就要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了 我缓缓说道 如果让我满意了 说不定就能如你所愿了 山崽犹豫再三 终于还是拿起了那把刀 一咬牙一闭眼 对着自己的小腹就捅了进去 咣当一声 刀子掉落 山崽疼得满头大汗地看着我 虚弱道 这样你满意了吗 看来你也不是没胆子吗 我冷笑一声 让我猜猜 你跟秦荣表忠心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么有种的 是不是柳如烟告诉你的 他看着我 背叛过你的人 他说的话你都相信 你就不怕有圈套吗 不要自以为自己很了解我 山崽 你又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了 我笑着起身走到他面前 一脚踩在他的伤口上 又重重地碾了几下 事实证明 他这次没有说谎 不是吗 啊 山崽口中发出痛苦的哀嚎 脸上的血色瞬间消退 等到我把腿一开的时候 他已经丢了半条命了 我蹲下来掐着他的下巴 平视着他的眼睛 你要是想我放了你老婆孩子也行 帮我做件事 成了 他们就没事 山崽眼神溃散 却仍是努力打起精神回应 神 妈 是 帮我给秦爷送份礼物 我招了招手 身后的小弟立刻将一个信封 递到我手里 记住了 你只有十二个小时 说完 我便让人把他送了回去 人前脚刚走 郑龙后脚就从身后的铁门内 走了出来 一边鼓掌一边说道 不愧是心狠手辣的姬二爷 作风就是干脆 不过区区一个叛徒罢了 我瞥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清理起鞋子上的血迹 那你怎么不直接杀了他 反正能给秦荣送信的人 又不止他一个 何必让他在你面前蹦打 不一样 我淡淡地回答一句 却没有给他解释 而是直接转移了话题 你那边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就差你的东西了 郑龙也不在意 爽朗地大笑了两声 我点点头 放心吧 很快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 郑龙不知可否地摆了摆手 因为深长地看到我一眼后 便坐下和我一起喝茶 倒计时十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又一次来到了医院 只不过这次没有见到柳如烟 听护士说上次我刚离开 他也跟着出了院 换药时间过了也不知所踪 我想了想 又开车回到了那栋别墅 果不其然在门口看到了柳如烟的摩托车 这种结果眼上 他竟然还敢故地重游 真不知道该说他不怕死 还是该夸他有胆识 我点燃一支烟 就这么坐在车里等着 我知道 柳如烟从里面出来 我就能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倒计时十个小时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就在我即将等的不耐烦的时候 柳如烟终于敲响了我的车窗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 他目光死死盯着我 像是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 我撇了撇嘴 伸出手 废话少说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还有后悔的选择吗 他捏了捏掌心 刚要把东西放在我手上 突然又停了下来 动作绕了个弯 直接打开了车门 静止坐到后座 我跟你一起去 随便你 倒计时九个小时 郑龙打来电话 说他的人已经在仓库集合完毕了 我给他回了个待命的消息 然后将手机往车上一扔 便带着柳如烟进了一家茶楼 两个多小时后 我们才从茶楼里出来 对视一眼 他说道 纪博答 你恨我吗 你是指什么 我双手插兜 目视着前方的人来人往 忽然笑了笑 你背叛我这件事 如果在之前 我应该会恨不得一枪崩了你 但现在 无所谓了 我笑着走下阶梯来到车子旁 回头看了眼 人站在原地的柳如烟 张了张嘴 最终却只是沉默地挥了挥手 算了 我和他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 若是这次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 再找他报仇也不迟 倒计时最后一小时 我和郑龙碰头 同一时间 秦荣的场子全部被砸 旗帜也换成了郑龙的名字 秦荣带着山仔找上门的时候 我和郑龙正悠悠闲闲地喝茶下棋 眼看着我就要将军 铁门被砰得一声砸开 郑龙眼睛一瞇 随手打翻了棋盘 好好的一盘棋就这么毁了 纪伯达 这么多年怎么说我也带你不薄 你转头就要联合别人一起来搞我 秦荣大马精道地坐在我和郑龙对面 先不义的人是秦爷你 不是吗 无视掉他那恨不得将我抽筋拔骨 我淡定地给他倒了杯茶 你也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我最讨厌的 就是有人在我背后搞小动作 秦爷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秦荣被我反将一军 当场气红了眼 大爱与我手里还捏着他的把柄 不敢轻举妄动 只得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郑龙给你的 我同样能给你 并且我还能保证这种事情 以后都不会出现 你还是我最重要的大奖 对于秦荣给出的保证 我持之以逼 一个只会马后炮的人 能有什么诚信 若是今天他没有被我威胁 我就不信他还能坐在这里 和我好生好气地交谈 见我不说话 秦荣瞳孔骤然紧缩 而后又故作轻松地冷笑 秦伯答 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要不是我还念着旧情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吗 只要你现在认个错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还没说话 一旁的郑龙就先听不下去了 我说老东西 你要不要脸 我都替你害臊 人家秦二爷能有今天 全是自己打下来的 你一个坐享其成的 不仅不敢恩戴德 还赶尽杀绝 跟着你这种人 迟早要玩 郑龙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秦荣恼羞成怒地拍桌而起 两拨人顿时间把弩张起来 只有我不动如山地稳坐在位置上 我说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抬眸看着秦荣 今天叫你过来可不是谈条件的 我这个人牙子必报 有些账也该清算一下了 不知道是谁先动了手 一声枪响之后 只剩下了各种痛呼和哀嚎 此起彼伏 我刚解决掉一个从背后偷袭的人 喘着粗气躲在了石柱后边 闻着空气中浓郁的血腥味 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的大腿上 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砍了两刀 血流不止 许是痛感已经麻痹了 我面无表情地撤掉一节碎步 随意包扎两下后 又再次加入火瓶当中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 整个仓库里围二站着的人 也就只有我和正龙两个了 他看了我一眼 眼神英质 幸亏我防了你一手 不然的话 你应该也没想过 让我活着走出这里吧 我和他身上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但我比他强的一点 是我习惯了这样的伤痛 而他 在温室里坐久了 伸手终究退步了不少 我扔掉手里空了的枪 轻笑一声 现在也还没到下定论的时候 不是吗 他脸色骤然一变 目光落在我左手腕的手表上 也是这时 我定的闹钟响了起来 那急促的滴滴声 在这样的氛围里 显得格外刺耳 我自认为 自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正龙沉着脸质问 他应该也知道 自己离不开这里了 只想着在最后得到一个答案 为什么 我尼南了一声 大概是为了换个人情吧 我这个人 最讨厌的就是欠人情了 尤其是女人 说着 我的思绪不由地飘回到那个病房里 柳如烟咬牙切齿地警告我 不要后悔后 缓缓道出的真相 其实按年龄来算 我应该比你还大两岁 柳如烟的开场白 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他也不在意 而是勾了勾唇后 接着说道 所以你查到的所有关于我的资料 都是我想让你看到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不是把我当成小女孩吗 按理说 你还得叫我一声姐姐 你想表达什么 我皱了皱眉 心下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 我提示的这么明显 你应该猜到了吧 你是警察 我平静道 也只有这个答案 才能解释 他如何能把个人资料造假 并且在我身边跟了这么久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是早有预谋地接近我 甚至很有可能 在赌场里的那出戏 就是故意演给我看的 你果然很聪明 柳如烟欣慰慰地笑了笑 我们盯了秦荣很久了 但很遗憾 他这个人太过小心 我们一直都找不到时机接近他 也查不到他的任何软肋 但你不一样 他走到我身边 抬手扶过我的脸 你独来独往 行事作风都透着一股蟒气 而这类人最容易下手 我气笑了 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话 确实 所以我打算夸夸你 柳如烟无所谓的耸耸肩 自从我跟了你之后 你从来不会管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给了我很大自由 这样一来 我的人想要渗透秦荣的势力 容易了不少 说着 他又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而且你让我去处理的那些人 全部成了我的三等功 我还得感谢你 不是在我的雷区上反复蹦迪 我想要发火 又没什么理由 是我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傻子 一点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 然而还不等我跟自己和解 柳如烟再次扔出一个重磅炸弹 跟秦荣举报你的人 也是我 柳如烟 我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就不怕我弄死你吗 你不会 他自信地回答 好吧 我的确不会 我冷笑着松开手 等你把我要的消息说出来 我可就不会手软了 但最后什么都没发生 柳如烟告诉我 他之所以举报我 就是为了制造混乱 这么多年 他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足够了 现阶段收网 必须要趁乱将所有人一网打尽 不仅是秦荣 也包括正龙 他率先背叛我 并把遗弃的矛头指向我 其实也是为了保住我 因为只有我手里拿着秦荣的秘密 他才不会狗急跳墙 而我沉默地听完了他所有的布局后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梁九 我才开口 光凭你们这些小伎俩 根本不可能抓住正龙 作为正龙的老对手 他永远不会把自己暴露在大众的视线里 被推出来的那个正龙 只是个挡箭牌罢了 柳如烟挑眉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好点子 我可以配合你们行动 让你们毫发无损地完成任务 但你得答应我 事成之后让我离开 柳如烟皱着眉思索片刻 最终摇摇头 抱歉 这个我没办法答应 但我可以给你争取最大幅度的减刑 我答应了 但我骗了他 我想要亲手解决掉秦荣和山崽 就已经注定了我不可能善终 十九 定时炸弹爆炸的那一刻 火光中 我隐约看到那么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 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能摊坐在原地 看着那道身影越来越模糊 到了最后 我只一息听到一阵压抑的哭声 在我耳边响起 我想要抬手去抹掉他脸上的泪水 却怎么也动弹不到 于是我只能轻轻扯了扯嘴角 没想到我最后还是成功地报复了这个女人 走马关灯般 我想起那天临走前问她的那个问题 柳如烟 之前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根本就不在你的任务范围内吧 当然 你也可以认为是我的私心 柳如烟笑的灿烂 反正这辈子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给你留个记号 下辈子再见到的时候 说不定你就能一下子认出我来了 真是个性格恶劣的女人 不过能在最后听到她为我哭一声 我就勉强原谅她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吧 只是 下辈子我才不要再遇上她这种麻烦惊 全文完 帮子